富家千金爆出吸毒醜聞 連累到自家企業連忙切割 卻剪不斷 理還亂 這把火直接燒進演藝圈 讓她曾經的明星未婚夫 跟著被貼上毒蟲標籤 也許是背後勢力夠給力 千金僅僅是緩刑不用坐牢 沒有吃到苦頭 繼續我行我素 最後讓丈夫背鍋 更引發一連串 離奇命案 自私欲求不滿不是原罪 但傷害到其他人 不論直接間接都不應該 歡迎收看五二會客室情郁教室 我是何慧榮 今天要跟各位談談一位 南韓知名才罰第三代的豪門千金 說真的一個人要怎麼作妖 那是他家的事 人家有錢有權你管得著嗎 但搞到最後竟然鬧出人命了 這就沒有這麼單純了 都是人啊 從哪裡跌倒就得從哪裡爬起 唯獨兩件事幾乎沒人做到 那就是賭跟賭還真是如此 他從哪裡跌倒 直接在那裡原地趴下 我們就來講講這位 獨床間金黃河納 1978年出生的黃河納 身材前凸後翹 有隻人人稱獻的水煮蛋肌膚 看起來吹彈可破 加上水汪汪大眼 走在路上 那回頭率肯定是很高的 他究竟是何許人也 光講姓名不見得人人都能 馬上知道是誰 但報上他家族全南韓 無人不曉 因為黃河納的外公 是南韓上市公司 南洋乳業的創始人 紅斗英 那麼南洋乳業有多厲害呢 1964年創立至今 年銷售額 可以超過一兆一韓元 有人可以告訴我 這有幾個零嗎 雖然韓幣很薄 但這肯定是天價 不過離開了南韓 很多人是不知道南洋乳業 就算你不知道南洋乳業 是何方神聖 但幾個周邊提一下 可能很多人就知道了 2021年的時候 有個新聞鬧得沸沸揚揚 也可以說是讓全球各界 啼笑皆非 那就是南洋乳業聲稱 他們最新款的乳酸菌飲品 可以殺死將近八成的新冠病毒 還煞有其事 搞了一場病毒食品研討會 你可能會說別鬧了 唬誰呢 還別說 因為這間公司真的是太大了 大到他說什麼都有人信 真的是一度產品熱銷 股價飛天 結果一查 誒說是誤會 就想要輕飄飄帶過 鬧得一下民怨四起 南韓疾病管理廳也查出 根本就沒有臨床驗證 最後南洋乳業 會長紅原職下台負責 他的長子就是集團的長孫 前陣子才因為涉嫌挪用公款被拔除職務 等於整個嫡系一脈把家族企業給搞砸了 最後股價崩跌 一度打算做出股權轉讓 後續還有一些財閥之間的勾心鬥角 想要保住榮華富貴 那不在今天的重點範圍 總之我們只要知道 這是南韓講出來都會知道的大財閥就是了 他們出產的一些牛奶奶粉咖啡 也都曾經找過一些大咖藝人 像是江東元丁海瑩來代言 話說回來 黃河娜就是出生在這麼樣的家族當中 他的母親是第二代最小的女兒 而極萬千寵愛於一生 所以說這主要是母親娘家那邊的背景 當然他們講求我們當戶對 爸爸據說也非等先之輩 曾是英國威爾斯開發廳前韓國事務所長 在這樣家庭背景之下成長的小公主 黃河娜最不缺的就是財力後援 時不時就在網上曬包曬表 人家曬包可能是單個單個入手 她可是成群結隊在曬 有時候總給人物什麼都沒有 窮得只剩下錢這樣的感覺 豪奢卻空虛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太有錢了 閒閒沒事做 這位豪門千金並沒有大家想像那般 被要求著成為大家閨秀 反而年紀輕輕就染毒 2011年 他在美國洛杉磯留學時 因為聚眾吸毒被驅逐出境 丟臉丟到國外去 回到南韓根本就沒有比較安分 2015年 南韓警方破獲夜店吸毒案 沒想到揪出販毒者就是黃河娜 又知道販賣毒品的罪 肯定是比他自己施用還要嚴重 沒想到整齊調查只是做做樣子 稍微問話一下 就迅速以證據不足不予起訴 好好地把黃河娜給送回家 據說他也不必會讓人家知道 他家就是這麼有背景這麼有利 但這樣的拜金獨厚形象 卻不影響異性對他的追求 黃河娜有著男神收割機的封號 據說有幾名頂流的男星都跟他交往過 其中一名是有公開的 那就是昔日東方神奇的成員蒲悠天 2016年 男星蒲悠天在短短四天遭四女指控性侵 雖然後來被認定沒有嫌疑 他卻在多年之後賠錢給人家 這些暗黑歷史不久前有談過 點右上的資訊卡或是片尾影片可以找到 總之蒲悠天受到重挫 這時候有個女孩 卻願意牽著他的手 那是這個才罰千金黃河娜 一度在2017年的時候 他們官宣說訂婚了 婚期訂在9月 乍看之下這肯定是真愛啊 被公認的渣男女的用愛敢化他 但真的是這樣嗎 但從一開始他們就不被外界祝福 粉絲罵得更難聽 說兩方都曾經醜聞纏身 更怪的是 這戀情還搞得一副弱有似無 起初被發現時蒲悠天這方大方承認 黃河娜卻一度否認 打臉認愛搞得南方很尷尬 還得要經濟公司澄清說他們是情侶無物 後來女方解釋說是怕不被祝福 卻又曬著CP照 就被認為這女的實在太做作了 不過他倆談戀愛 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們也管不著 結果後來他們愛得高調 還在身上刺青 沒成想兩人最後婚期改著改著 就走散了分手了 原以為這段戀情將成為 塵封的往事 結果2019年年初 南韓演藝圈大地震 爆發了勝利夜店事件 這個我們先前也講過 一樣幫大家放了片尾 那時候有一票男明星 又是迷奸又是性侵 這當中也有毒品流竄 檢警一層一層抽絲剝繭 這當中被扒出來的舊友黃河納 被發現他長期使用毒品 還跟勝利夜店當中的一名關鍵員工 有毒品買賣交易 這當蒲尤天粉絲們慶幸著 說他們已經分手的時候 黃河納就向檢警供出了 蒲尤天也染毒 好不容易從性侵醜聞中 脫身的蒲尤天再次跌落谷底 還被網友揶揄說 Big Band的李勝利 憑藉著一己之力 引發韓國娛樂圈大地震 黃河納這個豬隊友 簡直是不甘示弱 再次撼動了南韓娛樂圈 這件事讓黃河納 遭判一年徒刑緩刑兩年 罰款220萬韓元 蒲尤天則是10個月的徒刑緩刑一樣兩年 兩個人都判得不中 尤其是黃河納 他還冠冕堂皇 說是蒲尤天趁他睡著的時候 偷偷給他注射毒品 誰知道呢 反正輿論都認為這是推託之詞 男人曾經的戀情也徹底沒戲了 蒲尤天畢竟是明星 身為公正人物就下徹底黃了 而黃河納呢 倒是繼續自己的白富眉日常 並轉頭在2020年10月 嫁給另一個小自己七歲的男人 吳世勇 嫁做人婦並不是說非得要洗手做羹湯 我也不是那種傳統在家相夫就子的婦女 但至少各方面行為 要有個走入婚姻的樣子吧 結婚多麼神聖的一件人生大事 兩個人不就要一起變得更好嗎 更何況他們也沒有什麼經濟煩惱對吧 沒想到這對夫妻生活 根本就過得一塌糊塗 黃河納再次躍上了新聞版面 還在緩刑期間的她 按理來說不該再違法犯計 不過就是要你不要做壞事 不要犯罰這很難嗎 對她來說還真的很難 黃河納又碰毒了 不過這次事件會鬧大 還得要從一個聚會偷竊事件來說起 事情是這樣的 2020年12月 黃河納跟她老公去朋友家聚一聚 大家都喝開了 結果黃河納把朋友家的名牌包 香水化妝品 全部當成自己的帶回家了 你說如果光是一個包包 真的喝醉拿錯了 朋友可能不會那麼生氣 但你這是當逛白貨公司 挑了喜歡的全部包起來 更扯的是 朋友發現東西不見了 從監視器知道是黃河納順手牽揚 登門拜訪要求歸款 怎料黃河納可能覺得面子掛不住 堅決否認還把人給罵走了 這朋友當然是忍不下這口氣啊 直接來個魚死網破 發了個黃河納偷竊吸毒的消息 在社群平台引發檢警鎖定調查 這才知道早在9月份的時候 黃河納就已經涉嫌吸毒被調查 無信老公向警方公稱 自己的確是有實用毒品 還說老婆雖然也有實用 但她是無辜的 是自己趁老婆睡著的時候 才偷偷在她手臂注射毒品 各位有沒有覺得這台詞太熟悉了吧 黃河納之前不就是這樣 黑蒲有天的嗎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我不知道身上的毒品哪來的 還記得剛剛說 他們是在10月份結婚的嗎 也就是說無難 因為幫黃河納背鍋 所以成功取回美嬌娘 跟她登記結婚 根本就是講好條件答謝吧 這次黃河納因為涉嫌偷朋友的東西 被再次舉報吸毒 還鬧得人盡皆知 裁罰家族一方面是急著想要切割 另一方面據說私底下幫著黃河納 去染頭髮 靜脈注射 甚至拔光眉毛 囂張認為反正驗不出來 甩鍋功力了得 至於背鍋俠 丈夫吳世勇 大概是終於看清黃河納的真面目 12月這次的調查 不願意再做無謂人讓 在事件爆發 隔兩天打電話給朋友說 我要去龍山警察局 我要改口供 我根本沒有替黃河納注射毒品 我也是剛開始碰這些 自己不是很會用 怎麼會幫人注射 是黃河納拜託 才做了虛假的陳述 據說黃南就是一個普通人 是因為愛上了這位財閥千金 後來才跟著黃河納碰毒品的 從一開始為了愛情 沖昏頭腦 不顧一切悲鍋 到看清一切勇敢面對 這值得鼓勵啊 偏偏等來的不是真相大白的結局 警方沒有等到吳世勇 他便從住家墜樓輕生了 酿成一死 不久後 當天也在聚會當中 同為調查對象的朋友 也在家中輕生 最後被救回 但也是命悬一線 這個人身份還是個毒品組織的成員 在這起案件中絕對是重要角色 你說怎麼就這麼巧呢 要踢爆 接真相 關鍵證人 直接一死一重傷 誰要是知道內情還敢說嗎 唯獨黃河納繼續逍遙 外界可都懷疑 這該不會是加工自殺吧 更詭異的是 吳世勇遺書寫的是 很抱歉讓黃河納吸毒 這跟他生前最後要改口供的陳述 有很大的反差 而且身邊的朋友都說 他不可能輕生 但記者追問黃河納 一起吸毒的人都輕生了 你覺得自己有責任嗎 黃河納卻是輕飄飄一句 沒有 難道這個社會這麼不公平嗎 財閥的命才是命嗎 2022年2月 黃河納最終因緩刑期間 再次吸毒 遭判處一年八個月的有期徒刑 你可能會覺得他活該 但更多人可是認為 他根本就沒有承受應有的懲罰 不到兩年的牢獄 比起他造的孽 那可差遠了 很多人納悶 到底財罰千金 怎麼會走真成這樣呢 其實我一開始也有提到 他的豪生日常分享 看起來感覺超空虛的 會這麼說起來有字 雖然他有南洋乳業 這個強大的財罰背景 但他們家族非常重男輕女 女性成員是參與不了企業事務的 沒有股份 沒有任職 唯一有的身份標籤 就真的是只有財罰千金 對於黃河納來說 乖巧董事並不會得到更多的關心 只有搗蛋闖禍 爸媽被老師請來學校 這才有機會好好看一看 爸爸媽媽 是不是很多劇裡面 也有這種套路的情節 果然不是亂編的 真的有些孩子 盼著這樣來獲得關注 也許黃河納就是這樣 一步一步迷失自我 偏離正軌 不論如何 那都不是碰獨的理由 更不該侵視踐踏人命 苦中永遠都不是把惡 正當化的藉口 您的看法又是什麼 歡迎留言跟我討論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 五二輝客室情慾教室 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防疫首選 微酸性電解 次數酸水 旺旺水神生成機 推薦代碼 折扣嫌疑我辣漆 CTR567 潘導讓您享優惠 CTR528 多多利用想折扣 我是何慧榮 我們下回見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可以上快點購 還有這邊有蠟七的推薦代碼 CTR567 CTR527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